一百年前兩名英國飛行員完成了首次不着陸 橫跨大西洋飛行的撞舉 締造人類航空時的里程碑 帶您瞭解一下他們的故事 1919年6月15號 英國海軍上尉約翰·阿爾科克 和空軍上尉亞瑟·貴頓·布朗 經過15小時又57分鐘 從加拿大紐芬蘭島起飛 降落到愛爾蘭的克里夫登 首次完成了不着陸橫跨大西洋的撞舉 兩位飛行員克服了暴風雪和技術困難 並且着陸時也未能平穩落地 這次成功的飛行是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換來的 飛行成功後 阿爾科克和惠頓·布朗在倫敦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 並被授予《每日郵報》航空獎 獲得1萬英鎊的獎金 今天 兩人當初駕駛的飛機的部分機體 仍保存在英國空軍博物館 所使用的發動機則保存在著名發動機公司 羅爾斯·羅伊斯的博物館中 很多人甚至於1919年沒有看到飛機 所以它仍然是很新的 但它顯示它在這裡 而且它很穩定 非常重要 不幸的是 阿爾科克在創造記錄後6個月 因飛行事故喪生 惠頓·布朗則於1948年62歲時過世 1954年倫敦為兩位先驅者豎起雕像 紀念這次里程碑式的偉大航行 新的博物館